LUNCHER的兄弟們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LUNCHERWELLS來 我們今天要討論男女框架 哇 你常常聽到的男女框架究竟是什麼呢 不外乎呢 就是你運用什麼樣的模式 在與女人對話 你是用男女框架嗎 情人的框架嗎 曖昧的框架嗎 還是你是在用閨蜜的框架 你在用工具人的框架 你在用好朋友的框架在與女人互動 我呢 個人是不太喜歡跟女生交朋友 這意思是什麼呢 就我身邊的異性朋友其實沒有非常的多 我約會對象也非常多 我曖昧對象或許非常多 但我不太需要太多異性的朋友 不需要 這些pillow talk 這些閨蜜 在討論八卦對我來說 一點意義都沒有 更何況 我根本不想要成為他的情緒垃圾桶 你需要一個情緒垃圾桶 你不要來我這邊找 你要跟我出去 你就是跟我開開心心的出去 我願意聽你說到某一個程度 但你跟我出來就是開開心心的出來 Because I'm looking for a good time 我跟你出去的目標 主要的目的是我想要好玩 我想要放鬆 我不是坐在這邊聽你講這些垃圾話 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異性的朋友 但你曖昧對象可以交多一點 知道你過濾到一個最適合你的那個女人 但是你運用什麼樣的模式與女人互動呢 你就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討論閨蜜框架 以及男女框架 以及心態方面究竟要如何調整呢 才能被升為為未來情人 在王媽媽正式開始之前 You know what to do 32110那個讚就給它按起來就對了 321按起來 這個讚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會告訴YouTube 這支影片是一支優質的影片 並且它會推廣給更多更多需要的男人 大家都知道我們新的挑釁課程已經出了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要如何與異性調情 你不知道要如何與異性升溫的話 這個課程非常非常的適合你 你可以上warpackwild.com slash flirty 網友會放在上面以及留言區 你可以上這個網站 然後去看整體方面的課綱 相信各位一定會學到很多 你一定有聽過女生講這句話 我覺得我們從朋友開始就好 長期這樣子聽下來 你還把它當真 確實如果我可以從朋友開始的話 如果我可以用閨蜜的方式跟她相處的話 如果我打安全牌用安全的方式跟她相處 只要我不要抱 只要我不要冒這個弦 只要我不要跨那個界線的話 我都有機會 因為他給我關注啊 他給我關注代表在某方面 他腦袋或是心中的某一個角落 是有我的 是他在心理方面的某一個角落有你 就是他心情非常不好的時候 他一定會找你 你當他的情緒垃圾桶 他跟你講很多很多很多 到最後你就是不會成為情人 為什麼 因為當你當他的情緒垃圾桶的時候 他把垃圾全部都往你這邊丟了 他的情緒變好了 情緒變更好的他 他會去跟Alpha相處 跟Alpha上床 你基本上就只是一個工具人而已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子的下場 原因就是因為你沒有任何的挑情 沒有任何的挑動 沒有任何的鬥嘴 曾經我看過一部電影 大家知道黑寡婦 在這部電影裡面呢 Scarlett Johansson有一個工具人 最後Scarlett Johansson 被一個Alpha男甩了之後呢 他回到這個工具人的身邊 這工具人非常的開心 覺得他終於有機會了 這工具人是一個房仲 有一天他帶著Scarlett Johansson 到他在賣的一個房子 最後就跟Scarlett Johansson說 這是我們未來的房子 最後女主角嚇得要死說 任何其他的女人都會非常非常的感謝你 任何其他女人都有辦法答應你 但如果我在這邊答應你 我很對不起你 你可以看到那個男的失落感 以我在判斷我過去 與女人的互動模式 那時候我是堵捨 最會有那樣下場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完完全全不敢進攻 我認為進攻我在冒著這段關係 爆掉的風險 然而讓我在這邊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最危險的區域 就是Friend Zone 你一進入了好朋友圈之後 你需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你才有辦法去改變女人頭裡面對你的心意 不只是心意 你需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你才有辦法改變你在女人頭腦裡面的形象 所以剛開始的互動 你就需要去建立出男女框架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在去設定一個鋪陳 我要讓異性知道說 接下來這段關係 他會怎麼跑 我們會怎麼經營 所以所有的我覺得 從朋友開始就好 他就只是朋友而已 那都只是一個面具而已 女人他剛開始看到你 他其實就是在歸類 這個男人 他是未來情人 還是正常的朋友關係 你們很多人說 因為這個男的很帥 所以這個女的自然而然就會把 這個很帥的男生 性價值很高的男生 被放入未來情人 以我跟異性交流的經驗 不單單純實是這樣 有很多很帥的男生 他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挑情 他不知道怎麼跟異性互動 一樣被放入好朋友圈 因為這個女的 一個真的男互動之後 他覺得非常的無聊 他覺得非常的無趣 沒有任何情緒方面的起伏 沒有任何的鬥嘴 沒有任何戀愛的感覺 沒有任何的來電 所以都被放入好朋友圈 跟你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討論的男女框架是什麼 我們在討論的男女框架 是我們要把互動 帶到男女的曖昧領域 這概念非常非常的簡單 一個情侶 他是怎麼在互動 你就應該要跟你喜歡的 那個人這樣互動 一個非常簡單的調情動作 例如 我喜歡女生在做出很蠢的事情的時候 摸摸女生的頭 這個摸摸女生的頭 就是在疼女生 我在建立一個上對下 哥哥對妹妹 甚至爸爸對女兒的男女框架 大家都知道基本的hypergamy 女人只會跟比他強的男人在一起 我相信有例外 但是我們現在在講的是什麼 我們在講的是大眾 大部分的女人想要與比他還要強的男人在一起 所以我在疼她 我的這個身體的動作 肢體方面的接觸 說你好可愛喔 然後摸摸她的頭 用這樣子的框架在與女人互動 女人才會心動 肢體方面的觸碰 你是否每一次約會的時候 都有升溫那麼一點點呢 有些人 他約會了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你都沒有任何肢體方面的進攻 什麼叫做肢體方面的進攻 一個簡單的膝蓋碰到膝蓋 也是肢體方面的進攻 我在測女生的底線 我進入她的安全範圍時 對方會不會他們閃一下 如果不會我就知道 我的手搞不好可以放在椅子的背後 不見得一定要碰到她 可是一樣進入她的安全範圍 接下來肩膀其實碰到肩膀 對方會不會閃 特別是我們在一起過馬路 一起在走路的時候 從A點到B點的時候 會不會閃 摸摸她的頭時 她會不會閃 接下來進階為牽手 接吻 那接下來上床 清場的高手 能被稱為清場高手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 他知道什麼樣的套路 是因為他有情傷 是因為他有經驗 是因為他敢進攻 而我剛剛講的那三樣 其中一樣叫做心態面 你必須要先去克服 敢進攻的那個恐懼 你們很多男人會怕被定義為 好像很捨 好像很飢渴 但是承認吧 承認 男人確實 是需要性關係的 但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女生其實 也非常需要性關係的 我們畢竟我們是人 所以身體方面的觸碰 並不會去顯得 好像你很捨還是怎麼樣 女人願意跟你出來約會 她其實是期待 有身體方面的觸碰 當然它是漸漸的升溫 你必須要有那個情傷以及技巧 漸漸的升溫 從我剛剛講的 膝蓋碰一下膝蓋 肩膀碰一下肩膀 手這樣子拉過來 摸一下頭 這些動作都已經有了 你才有可能有牽手的舉動 你才有可能有接紋的舉動 但是 如果你都完完全全不敢進攻的話 那我們現在在討論什麼呢 你就當她的閨蜜就好了 因為 只有閨蜜以及閨蜜吃飯 才只是單純吃飯講八卦而已嘛 你又不是她的閨蜜 你今天會約她出來的原因就是 你對她多多少少有興趣嘛 但你口中不用說 我對你好有興趣喔 你好漂亮喔 不用嘛 你Let your body do the talking 你的話語 可以以暗示的方式 讓她知道你對她有興趣 那就是調情 同時你的肢體要持續的進攻 然後創出身體觸碰方面的機會 這樣才是情侶的相處模式嘛 這就叫做男女框架 我沒有要跟你做朋友的意思 所以我在跟所有的女人在互動的時候 我立刻會被升為為未來情人 因為我跟他們的互動 從第一分鐘開始 她就突然的知道 這個男的不會是正常的朋友 霸氣的貼心感是什麼 我沒在跟你客氣的 為了你好 聽我的就對了 一樣 霸氣的貼心感 也是建立男女框架的非常好的方式 例如 我今天要一個女生吃感冒藥 你今天如果是工具人的話 你的態度就是 一個閨蜜在跟閨蜜在講話 你吃一下藥就好了 你吃一下 你吃一下 沒有 男女的框架 我為了要去建立上對下的框架 我怎麼做 我說 趕快吃啦 趕快趕快 我倒水給你 趕快吃一吃 不然你等一下傳染給我 上對下的框架 霸氣的貼心感 我在馬路走的時候 如果女生走在外面 叫她進來一點 進來一點想被車撞 霸氣的貼心感 這就是男女的框架 這個男女的框架 很多時候是跟態度有關 我的態度霸不霸氣 我能不能再透過我的態度 給這個女人安全感 最近 我有個暧昧對象 她跟我說什麼 她說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會覺得非常的安心 為什麼 因為我夠霸氣 我在照顧她的時候 我夠霸氣 她知道 她只要跟我在一起的話 我把她照顧得好好的 女生的手機爆了 手機拿來我幫你弄 你看 這個手機 幫忙修手機 明明就是一個 感覺 工具人會做的事情 但是 那是態度的問題 工具人修完手機了之後 後面的約會怎麼樣 一樣 不敢做任何身體方面的觸碰 說話一樣的無聊 完全沒有調情 完全沒有任何的暗示 完全沒有任何的鬥嘴 完全沒有任何的吐槽 廢話 你當然會被放入工具人圈 你被放入工具人圈 以及好朋友圈的原因 不是因為你修這個手機 女生的手機壞掉 你身為一個男人 你本來就要跳出來 幫她修的 幫她處理的 把她照顧好好的 這個態度的問題好嗎 手機拿來我幫你修 我幫你弄 欸 100萬喔 100萬喔 價值交換 吐槽她 跟她開玩笑 跟她鬥嘴 有沒有看到 態度正確了 一切都會變得很正確 除此之外 你有沒有運用推拉的說話模式 一下推一下拉 情緒方面的拉扯 刻意的應取對方的情緒反應 我們講稱讚好了 推拉的稱讚 一個alpha的稱讚長什麼樣子 所謂的男女框架的稱讚長什麼樣子 欸 我覺得你滿親切的 雖然我剛開始覺得你看起來超熊 穩穩的把它說出來 這個有推跟拉的元素 我覺得你好親切喔 拉 我在稱讚對方 關係 拉近一點 雖然你剛開始看起來很兇 把對方推開 你看 這就是情緒方面的拉扯 你要讓對方有點拆不透你 那調情到某一個程度 你們是否有辦法去聊一些性方面的議題 所以性議題方面的操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今天也跟我們所有的講師講 這個是要漸漸升穩的從調情 從鬥嘴 從稱讚 從吐槽 各方面的操作 自然而然討論到性議題 你甚至可以討論到最喜歡的知識 性夥伴的數量 一天平均的次數 還有彼此的瘋狂體驗以及經驗 這些都是你能夠與異性聊的 這都不是一個男生閨蜜會去跟他聊 不是一個工具人會去跟他聊的議題 最後呢 我想要跟各位說 如果這個女生對你來說 已經沒有吸引力了 或是她已經有男友了 那麼如果你想要跟他當朋友的話 你想要應用正常好朋友的說話模式 跟這個異性互動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這個女生對你來說是有吸引力的話 那麼千萬不要用正常的說話模式 與她互動啊 你是在砍斷你自己的腳 你是在拿一把槍直接對著你的腳 直接射下去 這對你來說沒有任何的好處 她明明對你有吸引力 那你就要去建立男女的框架 如果教委想要學更多關於男女的框架 以及到底要如何調情 如何與女人互動的過程當中 立刻升級為未來情人 立刻去升溫的關係 去討論到各種方面的議題 情感方面的議題 性關係方面的議題等等 那我們現在的調情課程會教你 到底這些議題要如何操作 才能與女人升溫關係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一樣上以上的這個網址 整體方面的課綱以及你會學到什麼樣的招數呢 都在網站上面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 好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各位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那個讚給它按起來就對了 只需要花你三秒 那會告訴YouTube這支影片是一支優質的影片 然後它會推廣你更多需要的男人 除此之外呢 留言你今日所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好 其實一句話就夠了 這會幫助你內化今天的內容 非常非常的重要 I love you guys 今天上半假了 我們就下一件了 來 接下來我做一個指定的動作 女生說 比我高就好 比我高就好 這時候我就叫她說 那你站起來給我看 你怎麼想我 你怎麼想我 我跟我說高速算比我高 那你站起來一下 站起來一下 站起來一下 我看一下 站起來一下 好 停在這邊 我才跟這個女生聊 大概差不多3到5分鐘而已 然而我竟然可以去指定一個女生 先站起來就站起來 記得 在這邊的指定會去展現出我的權威感 同時呢 在這邊叫對方真正站起來 這段對話變得更好玩更有趣 那同時呢 我是在幹嘛呢 我是為競爭的框架做一個鋪陳 我叫她站起來的話 我在後面 我就可以去跟她比 一個高以及矮 但回到我剛剛在講的 一切都是以好玩為導向 我在調情的過程當中 我隨時隨時 我的頭腦都是在想什麼 如何讓這段對話變得更有趣 所以我會串插這種 玩遊戲的感覺 在我的對話裡面 這個是調情聲聞非常非常大的關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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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